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码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Git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回到过去2 咱们上次回一次过去了 现在咱们再回一次过去 好 看一下咱们的知识点 知识点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这么一行 叫做GitREFlog 下面这行是咱们上期讲过 这次就不带赘述了 那今天这个REFlog是什么意思 咱们做上期 回到过去1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记得 我在最后的时候 我返回到了222的这条记录 突然间我觉得不对 还是应该回到555 最新的条记录该怎么做 我记住了555的那条CometID 所以我能够回去 那么万一我没记住的话 该怎么做 这就是今天的课题 如果您没看过上期 没关系 我今天把上期最后操作 我再给它模拟一下 好咱们试一下 今天咱们就是要重新回复过去 然后再回到未来 咱们折腾一下 试试 好 我现在打开咱们的信息库 好 看一下当前状态 没问题 对吧 非常的干净 然后看一下当前的log状态 敲一行log 我喜欢用一行log 这个命令 one line 然后-6 大家请看 现在我信息库的最新状态 是这一条 对不对 上一期呢 我是因为记住了这个ID 所以呢 我才能够回来 万一我没记住ID 能不能查到呢 咱们试一下啊 好 今天咱们的演习内容是 我把当前的信息库呢 绑回再退上几个履历 比如说咱们回到22条记录 咱们回到这 然后呢 咱们再返回到55 咱们把指针呢 来回移动一次 咱们试试啊 首先说 我折get reset 回到 诶 大家跟我说一下 小董 我考过来 大家跟我说一下 我想回到22条记录 那我是从头部减几啊 我这个是 敲几啊 咱们数数啊 敲一回到444 敲二呢 回到333 敲三回到22 对不对 所以这不是23啊 好 试试啊 go ok 我当前的 我还没有敲这条命令 之前的最新的提交 是555吗 对不对 那么我在敲这条记录 我最新的记录应该是22 咱们看一下 还是老规矩 gitlog oneline 减6 大家请看 它退到了22 实际上数据库中 我跟您说 数据库中的提交记录 并没有变 它仅仅是将 这个头指针 向前移动了三个 换句话说 咱们提交55 那记录在不在 还在呢 只不过咱们看不到而已 那么今天咱们要干什么 我回到222了 我觉得不对 我命令敲错了 我还想再回到555 该怎么办 而555的那条ID commit ID 我又没记住 这个就需要用到今天咱们这个 reflog了 好 咱们试试一下 reflog 我把它拷贝过来 然后回车 出来这么多 稍等 咱们加个参数吧 加上比如说 我只看最新的三次 咱们大家请看 我刚才恢复到222呢 是最新的这条记录 对不对 因为这两天我做这个 移动比较多嘛 移动这个指针比较多 那么呢 我这条记录之前的这条记录 不就是恢复到555的那条记录吗 对不对 那么换句话说 只要咱们恢复这个ID 就应该能够回到555的那条记录 咱们试一下 空口无评啊 我敲啊 git reset 减减 hard 空格 然后呢 敲这个ID 这是在咱们最新记录前的这个ID 对不对 好 试一下啊 go 大家请看 您当前的头呢 已经在55这条记录了 咱们在gitlog 减减 one line 减6 再看一下 诶 又回来了吗 对不对 又回到咱们今天这个数据库的最新状态 刚才呢 咱们看一下啊 刚才是这个22 执行完 绑前退三格的话 我这个gitlog one line 减6呢 出来是这个记录 最新记录是222 我现在呢 经过一番调整指针之后 再用同样的命令看到的话 又回到咱们支出的状态 55 换句话说 不管咱们怎么操作 gitlog 它仅仅是移动指针而已 您所做的提交 完全没有消失 所以说呢 您不用担心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介绍的 回到过去二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啊 好 那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 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供您下载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